岁末年终,中华文化有吃尾牙的传统习俗 2012年1月15日 发以崇德慈善事业基金会 继崇荣文化教育基金会 结合企业赞助 举办大手牵小手 爱心共洗手 寒冬送暖 关怀参会 与3000位台东市弱势朋友们一同欢度尾牙 宋布年与荣云 中华传统文化度与年节相当恭喜 荣历年前 成人文化教育基金会特别邀请 社会弱势团体 与个人 单亲家庭 青壮家庭 不需与养股机构之老人 与若苑院同 丁永地区优先教育伙伴 一起在台东市吃尾牙 台东市长胡志强也亲临会场 感念成人文化教育基金会 创办人 秦鸿真女士实践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有之精神 颁发感谢赞 感谢基金会与企业对社会的回馈 由于成人文化教育基金会 长期提倡知识与环保 因此席开300桌 数十宴会 让弱势团体感受到 更有意义的年节 会中特别感谢 黄兴会议员 林佩涵议员服务处 福安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加连罗亚地斯 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从人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赞助企业大五位的爱心 还有许多不敬名的团体 个人捐助 上百位中部青年志工 带来吉他社二重唱 带动唱合唱 节目 节目以加油 感恩助人为主轴 志工们也期待 自己成为不上门的牵手牵眼 为所有来宾带来 道场中的祝福 活动中 安排加官与捐证单位 自从福袋与家财经 给社福团体 希望社会上 大家携手传递爱心 并一起预约充满幸福的一年